就是這個當事人趙介佑 也是民進黨的台北市黨代表 還擔任過蔡英文的競選顧問 他自己是幫派北聯邦成員 給你看一下 他在他自己的IG上面 這樣大辣辣的拍 PO出相片 說他黑白通吃啊 剛剛因為廢委員 已經先講了這個詹老師 被不當盤查的這件事情 那坦白講 我剛剛聽到署長的回答 我也非常的驚訝 因為呢第一個 這個警察呢 在現場盤查這位詹姓女老師的時候 他的理由是說 他是陌生臉孔 我不相信 那個區域所有的臉孔 這個警察都認得嗎 因為他不認得的陌生臉孔 就可以成為盤查的理由嗎 他說他神情緊張 所以在那邊走動的人 都不可以心情不好 大家每天都要面倒微笑 否則就會被警察盤查嗎 所以警察不認得你的臉 然後你當天心情不好 警察就有理由盤查你嗎 光是這個就沒有辦法過關了啦 不是只有後面九個小時而已 非常清楚的法官釋字 大法官釋字535號說 盤查須有具體理由 這兩個理由怎麼可能成立呢 您剛剛說警政署會徹底檢討 檢討這麼多天了 我以為你今天會告訴我們檢討的結果 結果你說你還要回去繼續檢討 這麼簡單一個單純的個案 要檢討這麼久 檢討不出結果來 不知道九個小時恰不恰當 到現在檢討不出來 那更大的弊案松山分局 北投分局都不用檢討啦 要檢討一年兩年三年嗎 那我們今天警政風紀 怎麼可能改革呢 一個社會觀感這麼嚴重這麼差 這個警察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這個女老師不服她的盤查 我們當然我人民有我的憲法保障的權利啊 警察無故在路上盤查我 誰說我要百分之百配合 老師有問她啊 我做錯什麼事警察講不出來啊 我邊走邊吃早餐不行嗎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警察 我一個單身女子走在路上 你一個莫名其妙陌生男子來 無緣無故說她是警察就要我要配合盤查 他有穿制服 有穿制服我怎麼知道是假 欸現在假穿假制服的警察很多欸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很簡單 就是因為這個女老師說你很蠢嘛 所以這個警察生氣把他帶回去 一壓壓九個小時 只要讓這個女老師讓我們所有全台灣的女生 學會教訓就對了 警察要來盤查一定要百分之百乖乖配合 否則的話就帶回去警局關九個小時嗎 九個小時欸 不是九十分鐘欸 你說他不配合 他的身分查不出來 那些都是藉口啦 你整個分局就在維護這一個警察 因為這個警察把女老師帶回去之後 所有分局的人難道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把一個無辜的 善良老百姓抓回警察局 一抓抓九個小時 今天警政署居然說你們到今天還在檢討 你們根本就不想檢討 你說這個檢討是空話是廢話 有沒有知道今天的結論 有沒有重新的做訓練 有沒有讓今天所有的警察 他們在街頭執勤的時候 相關的SOP還有他的EQ 他的情緒管理 他只講了我很蠢三個字 他就抓狂啊 這樣的EQ這樣的一個情緒管理是不合格的嘛 難道每一個人都順名良民看到警察大人 大家很害怕要矮一截嗎 現在是21世紀我們是一個尊重人權民主的國家 我沒有任何前科 我安分守己走在路上吃我的早餐 我可能那天心情就很不好了 遇到一個警察來找我麻煩找我查 口氣當然不好啊 口氣不好也違反了嗎 也犯罪了嗎 請問一下署長 你們什麼時候檢討報告會出來 檢討結論什麼時候會出來 你們竟然跟我們的報告 所以就不是結論喔 什麼時候檢討結論會出來你告訴我 我們的檢討報告桃園是已經都檢討出來的 那為什麼你剛剛沒有你還一直回答廢委員說 你們要檢討你們要檢討 那結論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對於同仁的那個話語書 還有對於盤查的時機 還有那個發動 對於主觀的判斷還要更精準一點 那未來對於法令的認知 還有執行這個話語書啊 不要他明明知道他是可以 但是他不會講出來 那你剛剛為什麼不回答廢委員說你們已經有檢討結論 你還說你要回去檢討呢 他問你有沒有違反比例原則你也不敢講 你是個署長耶 可能誤解嘛 所以要讓我 他都已經問你那麼多次了 你還誤解你聽不懂委員在問你什麼嗎 好 謝謝委員 你怎麼會聽不懂委員在問你什麼呢 你都已經有結論了 你就直接告訴你 今天這樣的回答 就讓人家覺得說 喔原來警政署根本不覺得這個警察有問題啊 那 那你這樣不是越描越黑了嗎 就是說我們在維護治安當中 那你連一個署長溝通的技巧都有問題的 更何況是警員來 署長我要繼續請教你另外兩個 就是台北市 一個是剛剛大家都在關切的松山分局 你怎麼可能一個 欸這裡是首善之都台北市市中心耶 的中文派出所 居然十個黑人可以跑到警察局裡面去撒野啊 更離譜的是撒野完了之後分局的 欸派出所的人居然還跟他握手言和來個大和解 這如果不是長期裡面有藏污納購有風紀問題我才不相信 那他的主管的分局知不知道 主管的分局知道長期的包屁嗎 這根本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根本跟黑幫都勾結 整個混在一起了 這個警察不知道幹了什麼事情 所以分幫這個這些黑人要跑到分局裡面 跑到派出所裡面去 然後呢私下又告了什麼東西 現在不只是有松山分局而已啊 還有北投分局 就是我現在這邊講的趙介佑 他是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的評委召集人趙映光的兒子 長期行徑囂張多次前科進出北投分局 然後就因為趙映光跟黃成國是麻吉的 你看他們一天到晚相片都PO在一起 他的兒子也曾經一個當事人趙介佑 也是民進黨的台北市黨代表 還擔任過蔡英文的競選顧問 他自己是幫派北聯邦成員 給你看一下 他在他自己的IG上面這樣大剌剌的拍 PO出相片說他黑白通吃啊 黑到也要買他的帳 白到北投區也要買他的帳 然後他今天有案再生 被刑事警察局因為犯毒案 抓去了以後 他居然還對北投分局新思問罪 對其他同案的人 羈押的筆錄他一清二楚 這麼嚴重的風紀問題 必須等到刑事警察局把他調離 不再是士林的這個檢察官去問 不再是北投分局 把他調離到北檢 然後才有辦法辦他 這會不會太離譜了 今天不只是松山分局淪陷 北投分局也淪陷啊 堂堂台北市首善之都 兩個分局都淪陷啊 跟黑幫糾葛不清 這麼嚴重的機率問題 這麼嚴重的風紀問題 媒體都報成這樣不是一天兩天啊 這絕對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 警政署知不知道 要不要徹查到底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台北市的警察局都爛掉了嘛 請教署長 好 謝謝委員 那個松山分局 我相信委員已經知道了 我們是刀刀扣服在偵辦 絕對沒有包庇 所以嚴謹的部分 違法我們就移送 那相關這些民眾去裡面 施暴的部分 我們也立即混了兩批 把它移送了 絕對沒有縱患 不然的話那個警察局的微信全無啦 隨便能進去就可以砸你 砸完了之後還可以握手言和 開什麼玩笑 第一個實驗 嚴謹沒有立即逮捕現行患 跟馬上研辦 這個我非常痛心 所以嚴謹涉及違法部分 當然我們絕對不寬待 那另外婚局長的部分也是被蒙蔽 那從掌握資訊 所以我們也改婚局長調內勤的 那後續 一定要徹查到底 那請問一下 那請問一下 北投分局是怎麼回事 北投分局這個是刑事局偵辦的黑道 對沒錯 我們把它當作組織換作來偵辦 是 從來沒有說跟黑道有掛鉤 不是說我不是說你們刑事情察局 你們刑事要辦我現在是說北投分局 北投分局是怎麼樣 他就不敢完全拿這個 趙介佑沒有辦法 隨便他像地方惡霸一樣 警察局都怕了 那個鬼文報告 這一部分 如果不是這樣你們為什麼要把它調開 為什麼要把它調到那個北檢 連士林地檢出都拿他沒有辦他 拿他沒有皮條 所以我們士林北投是怎麼樣 趙介佑可以橫著走就對了 趙介佑可以橫著走 那一天到晚他就秀給大家看說 我就是民進黨什麼什麼人做我的後輩 他還跟徐國勇 他爸還跟徐國勇拍照 一天到晚PO出來 我們絕對會辦到底 但是有沒有這回事我在進一步了解好不好 因為我這個 你要拿出跟辦松山分局一樣的決心 北投分局也是一樣 腰桿要硬起來 那北投分局是不是怕他 是不是怕他的黨政 是不是怕黃成國 是不是怕這個殷熙的大佬 不要這樣這樣牽連啦 我就說你要去查 我們警政署的態度 欸媒體都爆成這樣了 都寫到這樣啊 我頭上PO給你看 他自己的臉書IG 這個趙介佑他自己的IG說他黑白通吃耶 但是沒有通知到警政署啦 是啊 所以我今天才要問你通知到警政署就完蛋了 啊他現在是台北市 沒有那如果中央黨部 這樣靠後備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通到警政署了 所以署長 台北市呢 台北市呢 他敢在台北市 這樣囂張 兩個分局都很大的分局耶 一個松山分局 一個北投分局 竟然是這樣 啊你這樣子警察的顏面 警察的禁律 擺到哪裡去 一定要研辦 這個 我的態度很清楚 就是不容許暴力挑戰公權力 這個有的話 我們一定是研辦 那這一通人有縱容的 包庇的 我們也是研辦 這次的態度很清楚啊 所以 署長 今天針對本案 一定要 一定要做非常非常 嚴謹的 調查 那 還有我最後一句話 最後一個 就是有關於這個監視器 因為剛剛這個 秘書長已經說明很多 我就不再重複了 我只有一點 就是說 其實尤錫坤院長 他自己本身 對於這種民主人權的事情 他有他自己個人的堅持 那我那天禮拜五 我發現院長跟秘書長 其實是不知情的 但是這整個的監視系統 是有保留 其實跟署長是有關的 是有保留在監看的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那所以 我們是很擔心說 欸 拜託 我們都很知道 現在腦科走進來了 大家都說他才是地下院長啊 柔錫坤都常常被繞過去 你不要拍我肩膀啊 你這樣我很不舒服 是你吹我豆腐 我現在是要講說 我很怕院長 秘書長被繞過去啦 結果監看人其實是保留 那保留會不會接受 什麼樣的一個政治的一個 任務的交付 然後來監控我們的在野黨 然後秘書長跟院長 根本就不知道 就在院長 秘書長的眼皮底下 然後呢 就直接監控我們的在野黨 那還好耶 還好院長跟秘書長 答應說馬上把它拆掉 已經去保留 聽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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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署長 保留你也去查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以後對我們立法院院區的監控 不要這麼偏頗 對我們立法院院區的監控 不要把在野黨當作是敵人 把在野黨當作是犯罪 我們這裡是民主的殿堂 我們大家都是國會議員 請保留總隊一定要行政中立 不要在執法的時候 有顏色有偏頗 或上面有交代 所以就這一點 請保留在監控的時候 一定要謹守奮計 謝謝主席 謝謝 好